其他焦点来看到 今天是邮局开放领取五倍券的第一天 一早邮局刚开门 台北就有民众冒着风雨去领券 只要有事先预约 凭证明文件就可以领取 或是帮家人带领 一个人最多可以领取五份 但是有民众既得带健保卡 却忘了预约 铺了空 中华邮政也提醒 10月12到30号是提供有预约的民众领取 没有预约的人要等到11月再领会领取 一早值班邮局民众迫不及待 要领五倍券 国情廉价刚结束 网路或电话预约过的人 终于可以到邮局领券了 还蛮方便的 我想说反正想说早点来 不会那么多人 就好像还人还蛮顺的 邮局比较就是国家的 就是等于国家的比较有信用 不会 可安心 想快速领到五倍券 健保卡或是能证明 身份的文件当然不能少 就怕民众忘记 工作人员还在门口举牌提醒 但还是有小状况 证件带了 但事前没有预约 那我明天再来预约 我现在有信息 好 OK 知道啊 可是我网路不能用 手机的网路不能用 所以我还是亲自来领 比较好 还是要预约 他是说11月1号 不过之前是马上来领就有了 你只要缴1000块就有了 邮局首播配合防疫 采取先预约后领券 这波没跟上预约脚步 11月就可以领跪办理 而有预约的民众 12到30号都可以直接领取 也可以请家人带领 一人上线五份 对 我太太的我一直帮她领 邮局开放领券首日 截至12号上午9点半 有182万多人预约 到10点半为止 发放数量是13万2400份 领取状况还算踊跃 中华邮政也将在10月16和23号 两天周末提供超过1200间邮局 延长营业时间到下午5点 让民众周末也能领劝消费 记者学姐张士奎台北采访报道